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减重成功后开挂,穿穿搭下海兽出巴掌腰,四肢纤细连小一圈。 童星出生的杨子一直都是很多网友,从小关注到大的女演员, 自从这几年出演了不少经典作品后,杨子的咖位也是越来越高, 如今已成为了圈内的一线女明星,无论是地位还是名气都是很多女星达不到的高度。 但人红是非多,这一路走来,杨子也没少因为自己的身材问题被人吐槽过。 两年前的杨子还是一副典型的肉肉脸,不仅如此, 易胖体质的他通过很多减肥方法都没有真正瘦下来过。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杨子的亮相却让我们发现他明显瘦下去了很多。 就在昨天他上线更新的沙滩照中,我们竟然看到了他穿着时尚的画面, 而更让人意外的则是他的身材变化了。 杨子减重成功后开挂。 穿穿搭下海兽出巴掌腰,四肢纤细连小一圈。 看得出来,通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杨子已经比以往瘦了一圈, 整个脸蛋也没有了浮肿的迹象。 而瘦下来的杨子拍照也是更加的上镜,下额角线条清晰可见, 巴掌脸真是令人羡慕啊。 虽说杨子在海边将自己裹得非常严实, 但是贴身的版型还是曝光了他窈窕的身材曲线。 从前被吐槽腰粗的杨子拥有了小蛮腰, 在背影照中,长腿比例显得非常瞩目。 不仅如此,成功瘦身的杨子连穿搭也越来越上道了。 而相比以往的造型, 如今的杨子在风格的拿捏上更加明显, 造型都颇为简约大气。 抹茶绿衬衫上身完全展现出了杨子白皙的肤色, 虽然没有花花绿绿的图案, 但是纯色系更能衬托出一个人的高级感。 而样子则是在下半身搭配了一条黑色阔腿裤。 阔腿裤的优势就不用多说了, 遮盖小粗腿的效果谁穿谁知道。 不仅如此,杨子还贴心地将上衣挽进下装中, 这样一来,腰线的位置就更加清晰, 而且还能让腿部看上去更鲜长。 换上充满春日氛围感的白色针织开衫, 眼前的杨子气质立马变得减零起来。 编织款开衫外套与黄黑色的边线设计融合在一起, 这让造型多了几分看点, 而且在颜色上也更加引人瞩目。 杨子罕见晒身材。 穿时尚下海背影窈窕, 瘦下来连小蛮腰都有了。 而杨子则是结合了经典的穿搭方法, 内搭圆铃短袖以及高腰牛仔裤, 造型减零一十岁。 而整体的版型设计上身不会显得束缚, 搭配一头俏皮的短发充满了甜美的少女气息, 造型越看越养眼。 张艺山宣布喜讯。 杨子全程陪伴。 5月5日张艺山在社交平台发文, 庆祝自己三十岁的生日。 低调了许久的杨子突然也更新了动态为张艺山庆生。 时光荏苒,白居过细。 很难想象, 当年还是学生模样的张艺山, 如今也到了儿历之年。 说起来, 这两人的确有着妙不可言的缘分。 既是初中同学, 又共同出引了家有儿女, 之后又一起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还有另一句采访时的经典语录, 我跟杨子实在太熟了, 像哥们一样, 下不了手啊! 而且我们都不是对方心目中男神女神的标准和类型, 倒不了那一步。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他们似乎就是太熟了, 所以根本没法成为恋人。 他们两个因为小时候出演家有儿女而互相熟知, 因为年龄相仿, 所以两个人从小就成为了好朋友。 之后更是非常有缘分地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甚至还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系的, 只不过是隔壁班级而已。 每年给对方送上生日祝福, 帮忙宣传新剧, 互相调侃戏对,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从家有儿女开始, 两个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戏里的不对盘衍生到了戏外, 两人一扎堆就喜欢吵闹半嘴。 不过逗闹之后, 张艺珊还是会跟在杨子后面帮他提着裙摆。 习惯了互对, 可是也习惯了支持彼此, 为彼此站台。 网友笑称, 好像保安。 张艺珊和杨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 他们早已经将彼此当成了亲人。 某当综艺节目里, 何老师提起曾有人采访张艺珊, 杨子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张艺珊笑道, 他不是我的菜, 但是是我的主食, 是我的馒头。 一次采访里, 记者问张艺珊, 你什么时候娶杨子? 张艺珊笑着回答, 你问问他什么时候嫁? 其实张艺珊和杨子这样超越爱情的友谊, 让人非常羡慕。 而且他俩在镜头前真的太般配, 网友们也经常忍不住在节目里刷屏在一起。 然而, 对于他们的关系, 张艺珊是这么回答的, 她是我人生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女人, 她可以肆无忌惮地蹂躏我的那种人。 杨子的回应则是, 她是我人生中特别的一个男人, 就像亲人。 你明白我的小心思, 我知道你的小秘密, 他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 反倒失去了成为恋人的念头。 知乎上有个话题 为什么杨子和张艺珊没有在一起? 点赞最高的回答很有意思。 如果说情侣间分分合合得太多, 可以当一辈子的朋友, 或许也不赖,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